清明節之後應該 這個大盤應該有機會反彈一波 可是反彈就要小心一些 對 因為接下來要面對現實 清明變盤的都市傳說再度成為話題 到底清明節過後 台股是向上還向下呢 今年看起來應該會往好的方向發展 這個機會比較大一點 那最主要是因為這個烏克蘭的戰士 看起來有機會慢慢的平息了 外資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 他們大舉的調 就是調節最多的股票 在台積電這些的全值股的身上 那他們之所以會調節這些股票 那不是因為他們不好 而是因為他們太好了 所以他非賣不可 因為他一定要去賣這些股票 然後去應付這個贖回的壓力 投資人的贖回壓力 所以他只好去賣 去賣他手上最多的 最好的 最賺錢的這些股票 你現在暫時平息了以後 他的贖回壓力不但減輕了 而且呢 資金有可能會回流 那他就必須要再回過頭來 再來買股票 那電子股有機會再漲一波的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回顧在過去10年 台股在清明廉價過後 有漲有跌 上漲的次數還多一些 到底節氣變盤的說法 從何而來 那第一個原因呢 是因為在民國77年的時候 那當年呢 因為在中秋節的當天 這個財政部呢宣布 就是第二年開始呢 要這個實施證索稅 那所以呢造成這個中秋節過後呢 股市連連續17天的跌停板 所以就造成大家對這種節氣呢 就有可能會出現變盤的這種的 這個陰霾了 心裡面就埋下這個陰霾 這是第一個原因 那其實真正的這個主要的原因是出在呢 因為通常第一季都所謂的資金行情 因為資金回流 有資金行情 那這個清明節呢 剛好是第一季結束 第二季要開始的時候 那第二 通常呢 如果這個行情要繼續的往上走的話 那從第二季開始 要由景氣行情來接棒 那清明節呢 剛好是卡在呢 資金行情已經結束 那景氣行情是不是能夠起來接棒的 關鍵時刻 在一個轉折的時刻 那所以呢 大家到了清明節之後呢 那個變盤的機會就會比較大一點 過去幾年 台股受惠美中貿易戰 新冠肺炎疫情 科技業輕鬆破除 五窮六絕的魔咒 今年還能夠晴空萬里嗎 這兩件事情是造成 我們台灣過去這幾年電子業呢 能夠一直在持續 而且是大幅度成長的一個 最主要關鍵因素 可是到了今年呢 確實會比較讓你擔心一些 那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呢就是說 你這個一個產業要能夠維持持續的 好幾年的連續的成長的話 它是有它一定的困難度的 因為機器是越來越高 所以你要維持在像去年的那一種成長的 這種幅度的話 那困難度是很高的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原因就是說 像是大多數的這一些的電子股 電子業啦 電子產品 像是PC啦 像是筆電啦 像是這些電子產品 其實呢 前兩年因為這個新冠肺炎的關係 所以他們的這個銷售的狀況都非常的好 可是呢 到了今年以來的話 大家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第一個 市場的需求沒有那麼多了 那第二個 換機的需求 也不至於說這麼快就有換機的需求 所以呢 在這一方面來講的話 對於這個中端的消費的衰退 可能是對於這個電子業呢 是一個比較沉重的這個負擔 全世界的央行都開始在升級了 尤其是聯準會 他們講說五六月 可能不但要升級 而且要縮表 那簡單的講就是 當利率提高的時候 對於電子業其實是會有殺傷力的 因為呢 大部分的高科技行業呢 其實他們的這個財務槓桿的比例 都非常的高 所以呢 當你的這個利息開始提升的時候 他們的成本負擔就加重了 所以在這個盈餘的方面呢 可能也會跟去年前年 恐怕沒有辦法相比 所以在這兩點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對電子股呢 今年 他們會面臨到比較嚴重的考驗的地方 所以這一波的 等到烏克蘭戰士結束之後的 電子股的反彈 我比較擔心 它會不會成為一個逃命 我會不會成為一個哦 是 我會不會成為一個人的 達到一番草顏 我會不會成為一位